《佛文集》 各位各位中大家好 我是沈赫廉 沈父 今天我要同大家分享的是 佛文集第五者 主乐的道理 本主乐的主题是 耶稣葡萄树的比喻 耶稣是真葡萄树 天父是圆丁 我们是子子 圆丁要把不羁骨色的子子修建掉 都羁骨是光用在天的大父 我们知道耶稣苏塞的巴勒斯丹 有很多的葡萄树 我们台湾也很多 我们都见过 一个叶叶的棚上面 一串一串的葡萄 所以耶稣用大家指导的事 来做比喻 是能够了解它的深刻意义 洛王他在这短短的一段福音当中 他有五次提到在基督内 我们要住在祂内 就是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的子子如果不介绍葡萄树 就是说我们不在耶稣内就一无所成 不能解释古字来 然后我们同耶稣结合的话 我们什么事都能组成了 当时耶稣对犹太人说 你们做亚巴浪的子生是不够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还要相信我 我是亚巴浪的天主所派遣来的圣子耶稣 但是犹太人那时候不信他 但是我们有恩宠 能够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是不是都住在祂内呢 我想有三点我跟大家分享 这样我看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内的 第一点我们将爱天主及爱人 实际上这留在我们口头上 我们有没有行动 我们有没有去拜放那些圣病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没有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如果我们有非常大的爱心 有真心的去服务别人 我们就是住在基督内 第二点我们的每天的生活行动 是否是问心无宽 常常是在实行天主的旨意 就是天主耶稣圣母喜欢的事我们在做 我们每天有没有祈祷 穿加弥撒或者念玫瑰经 或者其他的善功读圣经 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有好包样没有 人家看到他们基督徒觉得不一样 我们读书的学生 我们是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勇工 也是在学校里人家看得起的学生 所以我们居然是借在那个葡萄树上面的子子 而且我们有天赋给我们阳光 给我们清水给我们围料 所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 我们一定会接受非常美好的果子 来光荣天父 我们今天也特别求天主 给我们丰富的恩宠 常常生活在他内 他也活在我们内 我们接受美好的果子 求天主降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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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